共居宜堂 江医生 你们都吃饱了吗 都吃饱了 那么 都吃饱了吗 我们中国人了 建议了 一定要先关心大家 您是不是吃饱了 吃饱了 您快乐吗 那么今天很高兴 看到大家 在这个冬天 能够这么 今天的天气收起实话 要非常非常地感谢 因为不冷 也没下雪 对不对 这真的是老天都跟我们合作 让我们能够 春季方便 快乐 来到这个 今天 北英女 跟特大根院校 联合主办的 圣诞晚会 我今天卖着 都要买个人 因为好像音量有一点大 所以大会请各位要上台致辞 或者要说话的各位朋友 你们现在卖个工 要稍微拿远一点 我们北英女 以及各大根院校 主办每一年的 圣诞新年晚会的目的 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在一起 同序 以往 大家许久没有见到朋友 能够同序共秀 同时我们也能够结交新朋友 更多一个 关心的圣诞佳节 市内这个温馨啊 以及这些精彩的节目 已经掩盖了所有外面的言寒 非常高兴 非常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的光临 谢谢 如果现在让我来欢迎 我们北英女校友会的会长 李树爱上台 欢迎大家 谢谢 欢迎李树爱 谢谢 谢谢 真的很高兴 欢迎大家来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要抱你 然后我们今天的Program 是北英女主办各个大专院校 跟我们一起合办 也非常非常感谢各个院校的会长 他们不但在7月27号 我们只开了一次会 整个Program 只开了一次会 7月27号 我们再去吃晚饭 票都卖光了 然后呢 不过刚刚后来会有进去出租的一些票 然后我们北米的理事 真的是工作得很勤劳 非常合作 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办了 希望大家也很愉快晚上 今天我们有特例的来宾 是我们大家长 谁 芝加哥办事处 金融办事处 我们的处长 黄君耀跟他的夫人 杨淑娟 我们北女校友 我们一队 北女的一队 然后呢 我们还有校方针 草委员 还有草委员还有一位 还有这个李香坦对我 我一想没看到你 然后政经济组 郑组长 然后还有我们的台湾贸易中心的林青青 我还忘了谁 还露了谁 还有我们2020芝加哥晚会的总战事 招牌 招牌 美国民 美国民买的吗 2号2019 我讲错了 2019的总战事 然后还有谁 我看过看到今天有人来 有人都没有来 所以我一下 找不住 哦 还有今年 岁末晚会 那个台湾会的 许鼠林 在哪里 鼠林 鼠林不在吗 好 就是欢迎大家 希望你们觉得很愉快的 晚上 谢谢 我们会长很客气啊 一般是要他来介绍贵宾 那么他要我来帮他讲一下 那么我希望在我介绍贵宾的时候呢 麻烦你们也能够上台一下 他是应我们所有报社的朋友的邀请 他说啊 他们要求各位贵宾能够上台 让他们能够照一张很漂亮的相片 那么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 黄处长 以及夫人上台 黄军耀处长 以及夫人 请您上台 接下来是我们的经济处长 任请松 任主角 麻烦 还有 台湾贸易中心 主任 林青青 主任 桥桥中心的主任 王伟赞 王主任 还有我们的桥委员 小桥桥中心的主任 小桥桥中心的主任 小桥梁 小桥梁 好 那么就请报社的记者们 大家看着镜头 笑一个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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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卫兵 那么我们要请我们的处长 王处长 请您留步 请您跟我们这词说几句话 谢谢会议会长 还有谢谢王主持人 还有谢谢在场的各位嘉宾 包括夏委员 李嘉宖委员 还有中工时任王医师 各位桥界的先进 其实我们夏委会的会长们 因为大家正在边好 所以我就keep it very short 我想代表芝加坡台北新型化办事处 祝福大家加急愉快 明年新型快乐 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王主长 接下来我们想请乔教恩兴的主任王主任日词 谢谢王主任 谢谢王主任 苏长 夫人 我们李会长 还有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学长学姐 大家我们 大家好 很高兴再次的跟大家来欢迎一年一度的圣诞联欢活动 那在这边也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学长姐 这一年来对乔教中心的支持与爱护 那小弟本人也服务四年多在芝加哥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希望今后有机会 也许在台湾跟大家见面 那再次感谢大家也祝福各位学长学姐 家庭愉快 何佳安康 谢谢 谢谢王主任 各大学院校校友会的会长 欢迎各位 也谢谢各位的光临 所以他们要为大家表演一首歌曲 来衬托这快乐的圣诞佳节的气氛 Jingle Bell 来 让我们欢迎各大学院校校友会的会长 掌声鼓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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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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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陈大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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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sorry 謝謝各位樂隊 樂校的校友們精彩的表演 您的歌聲唱還不錯 呃 会长 如果我们能够把 如果我们能够把各个院校的笑容 要准备到将是一件 谢谢各位会长 谢谢 刚才我们看到会长里面有一位啊 穿在的是非常非常的特殊 这是我们下面要开始的各个院校的表演了 嗯 各位听过寻冠娘吧 有没有听过习草评句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寻冠娘 这是一位历史上真实的人物 她是西晋时期 襄阳太守寻僧的女儿 曾经在那时候有叛军作外 围困了整个襄阳城 襄阳城被以为困的是冰若凉缺 在这个时候呢 她想要出外之球救兵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她十三岁的女儿 万娘 金箔不让须美 她承担了这个重任 带了一些勇士的力量构突围去搬救兵 结果终于求得了 荆州刺史的帮助 派起了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的周府呢 带了人兵队解救了襄阳的稳机 这段故事呢 被金箔的四大名角 有一位叫做徐贵生的 她把它编成了一个金箔 那么这个金箔表演 是非常非常的有逆境 以及有意象的 那个马编代表的就是那匹马 接下来我们要请石鸿针唱出这个故事 同时她要表演在这个政变奔腾 显向怀疑声 奔波不停的那个故事的身段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这儿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 淡江石鸿针带来的金箔英雄 我们各位掌声鼓励 今天阳励们的事就是 在咱们的掌声鼓励 我们的去执行 对门度的事情 现在是因为把手感的 我把手感的不像 接下来 现在是一种人的 为何那种 折执行 这个话 就是一种 折执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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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